时间来到公元604年 隋文帝杨坚躺床上病重垂危 宠妃喧华妇人陈氏悉心照料 抽空去换身衣服 太子杨广悄悄跟随 见周围无人搂住陈氏 妇人你长得太美了 陈氏被吓得惊慌失措 一时间不知该如何是好 此时杨广准备进行下一步 陈氏缓过神礼声道 太子殿下请自重 我可是皇帝的妃子 你如今如此对我 难道不怕我告诉皇上 杨广听闻连忙放开对方 任由陈氏离去 陈氏到底有多美 引得杨广心生坏心思 他之后又发生了什么 今天我带各位看官 走进这段陈锋的历史 宣华夫人陈氏 是南北朝时期的人物 南朝陈轩帝陈须之女 陈后主陈书宝同父异母的妹妹 陈轩帝子嗣众多 史记中记载有四十二位子嗣 陈氏封号为宁远公主 一个名不经传的人物 要问他为何能在史书上 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源于随朝的人寿公编 而这一切都需要从他年少说起 陈氏长到两三岁的年纪 恰逢北朝发生隋阳歹州的政变 他的父皇陈轩帝起兵伐随 吃了败仗发兵去世 太子陈叔宝登上帝位 认为两国隔着一条长江 随朝不会贸然出兵 便荒废朝政纵情享乐 可万万没有想到随朝晋王阳广 率领五十余万徽师南下 南朝不敌只能投降 陈叔宝陈氏在内的皇室成员 沦落为俘虏 从江南建康城 被带到位于西北的随朝京城大兴 面对南朝皇室成员 随文帝心怀忌惮 打发难得去偏远地区种田生活 而陈公妃嫔 以及部分公主 被赏赐给平定南朝有功的大臣和随朝亲贵 此时的陈氏才十岁 被发配入夜亭当宫女 那他如何走进随文帝杨坚的视野 这里就得提一下 随文帝杨坚的老婆 独孤家罗 杨坚能顺利当皇帝 他出了很大一番力 可谓是位奇女子 他坐上皇后宝座后 不允许杨坚宠幸其他女子 站在我们现代人的角度 独孤家罗 小仪式一双人 没有错 可放在古代 他就是个度父 杨坚特别怕独孤家罗 依了他的要求 但他内心欲望 找不到宣泄口 偶然有一天 杨坚到后宫闲转 路过夜亭惊鸿 以撇肩发现一个长得碧月羞花的宫女 那一拼一笑 射人心魄 他顿时兴起宠幸了对方 这个宫女就是陈氏 那么问题来了 陈氏怎么在独孤家罗 善渡的情况下活命呢 这跟他身份有关 好歹是一国公主 国虽然被灭 可他身后还站着陈国的百姓 为了让归于随朝的陈国百姓安心 家罗不可能因为一时冲动杀死陈氏 其次也跟陈氏自身有关 史书上记载 陈氏性聪慧 姿貌无双 一个女人拥有美貌和聪慧的大脑 无疑有更多活命的机会 杨坚怕老婆独孤家罗 为何还能专宠小老婆陈氏 陈氏能成为杨坚宠妃 自然有一个契机 那就是独孤皇后去世了 善渡的郑公一走 陈氏便迎来出头之日 她被封为贵人 祸宠不断 还掌管了后宫事务 同一时间 后宫还有位名叫蔡氏的女子得到宠幸 封为贵人 其地位与陈氏旗鼓相当 人寿四年 人寿宫变的初级阶段 随文帝杨坚精力不济 把正式交给皇太子杨广 之后很快便卧床不起 在此期间 陈氏败为宣华夫人 蔡氏被尊为荣华夫人 七月份的时候 随文帝杨广在人寿宫时病重 皇太子杨广与陈氏等 在旁市集 随后发生本文开头那一幕 陈氏间杨广不敢再动坏心思 踩着小碎步急忙赶去随文帝的寝宫 他一路上想了很多 虽说自己是王国公主 但好歹也是清白女子 如今竟被后背非礼 是认为他人尽可夫吗 陈氏越想越委屈 眼泪不自觉地落了下来 陈氏来到随文帝请宫门口 他抹去泪水调整情绪 露出牵强的笑容走进去 随文帝杨坚已经醒了 他看着陈氏一个比哭还难看的笑容 眉头一皱 询问发生了何事 陈氏本想说是担心杨坚的身子 可一开口顿时哽咽了 他忍不住大声哭泣起来 杨坚意识到他哭的事情不简单 边哄着边逼问 最终才知道宠妃被儿子飞礼了 杨坚听后怒不可接 他气得连拍床塔 懊恼道 独孤真是害了我 这种畜生怎么能当太子啊 杨坚怪独孤家罗也是有原因的 前任太子杨勇生活奢侈 妻妾众多不得独孤宠爱 而晋王杨广 战于包装自己 加上讨好独孤皇后 因此在废掉杨勇改立杨广的事情上 独孤家罗力挺杨广 杨坚本来就怕老婆 犹豫中便废掉了杨广 杨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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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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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